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1-2的范例1 那这里呢 只是要介绍不确定度的组合 那怎么样把 A类不确定度和B类不确定度组合起来呢 A类不确定度 就是我们测量次数 测量好几次之后 经过统计的分析 去算出标准差 要再把这个算出来标准差处以根号的次数 然后再做无条件进位 到留两位有效数字 对不对 留两位有效 好那么 可是呢 那我们又有介绍了仪器本身 它就有不确定度 是它出场的时候就有的 那这种叫做B类不确定度 它是仪器的精确度 可能可以从说明书上 看到它的精确度 然后把这个精确度除上2-3 然后一样也要无条件进位 一样也是无条件进位 取两位有效数字 对吧 对吧 怎么这样 好 好那今天呢如果有A类和B类同时存在 那我们要怎么把它结合 变成只有一个不确定度呢 那其实 方法 就直接用B式定理 类似B式定理 A类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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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标准差去除上 根号次数 而今天的标准差是0.3594 我们的次数是总共4次 所以底下就除以根号4 所以就等于是除以2 那除以2的话 0.3594除以2 大概是17 0.17 然后呢 928 724 0.1797 那接着我们对它取两位有效数字 用无条件禁位 就变成0.18 取两位有效 那看后面这一位 无条件禁位 好所以第一小题 A类不确定度 是0.18公分 再来第二小题 是请我们求B类不确定度 那B类不确定度 是用它的仪器的精确度 通常是最小刻度 去除以2 根号3 对不对 好那这个呢 去除除看 去除除看 结果会是 0.29 如果你有做之前的题目 你就可能会对这个 1除以2根号3 蛮有印象的 它就是0.29 那么 我们还是算算看好了 老师这边用计算机 来自己算算看 那同学自己可以用 你的计算机按按看 1除以2 乘以 乘以 根号3 就是 0.2886 所以就是取两位有效 那就是0.29 公分 这个就是 B类不确定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只需要把它 平方相加开根号 就是第三小题的组合不确定度 好 好 第三小题 求组合不确定度 那就只需要把它给平方相加开根号即可 所以是 所以是0.18的平方 加0.29的平方 那这个也请各位 自己用计算机算算看 0.18的平方 大约是 0.841 0.29的平方 大约是 0.03 对不起 倒反了 0.18的平方 是 0.0324 0.29的平方 是 0.0841 好 这两个相加之后开根号 结果是 0.3413 好 所以最后还是一样 要无条件进位 有两位有效数字 所以 变成 0.35公分 所以最后的 最后的 测量结果 我们的平均值 是 14.575 那我们要对到 小数点下第二位 用四折五路的方式 去 把平均值 做四折五路 所以最后变成 14.58公分 而最后的测量结果 就写为 14.58 然后 正负 0.35公分 就是这样子 不确定度的组合 就是平方向加开根号 就是平方向加开根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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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2 1